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尼苏达设施警察被控三级谋杀 晚上好 欢迎收看5月29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今天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明尼苏达州黑人一犯弗洛伊德被警员押紧死亡案 触发全美各地的民众连日示威 部分地区更出现了骚乱暴力和纵火抢掠的事件 明尼苏达州州长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 并动用国民警卫队协助维持治安 总统特劳部29号发推文 指责示威者是暴徒 并认为应该开枪指暴 明尼苏达州进入紧急状态之后 国民警卫队29号进驻了 掀起这波示威浪潮的明尼阿波利斯市 从航拍片段可见 当地很多建筑物着火焚烧 消防员出动救火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一名有黑人血统的记者连同设置队员 在当地进行直播期间 被警方锁上手扣并带走 当时也在现场附近进行直播的CNN 另一名白人记者则没有被捕 警方表示在执行清场任务时逮捕了数人 在确认他们的记者身份之后已经放人 CNN认为警方此举明显违反了 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权利 而其前一天晚上 当地爆发了严重的暴力骚乱 有示威者闯进了一间分区警局纵火 并大肆破坏 他们还在警局门外聚集 高喊口号 与此同时附近多次传出枪声 示威者向反方向逃去 其他建筑物和商店也遭到破坏 在临近明尼亚波利斯的圣保罗 也有示威者闯入警局纵火 其他州份的情况同样激烈 在俄亥俄州 由警察出手推开一名示威者后 遭到其他示威者指骂 另一名警察上前向示威者喷 胡椒喷剑 示威者慌忙躲避 随后警察又多次释放胡椒喷剑 另有示威者打破州议会大厦的玻璃窗 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 示威者一度堵住了一个路口 警方发射催烈瓦斯 把他们驱散 在亚利桑那州 防暴警察发射橡胶子弹 驱散示威者 面对示威不断升级 美国总统特朗普立场趋向强硬 他29号凌晨发推文 形容米尼亚波利斯的示威者是暴徒 他又批评当地市长弗雷软弱 声言有人开始抢劫时 就要开枪制止 不过社交网站推特认为 特朗普的推文美化暴力 并附上免责声明 说明有关言论违规 46岁的弗洛伊德 日前涉嫌使用伪钞被捕 警员制服他时 以膝盖跪压在他的颈部 弗洛伊德之后死亡 4名涉事的警员被搁置 凤凰一事综合报道 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 前副总统拜登 29号公开回应 米尼苏达州非裔男子死亡事件 严重谴责警方 针对非裔群体的暴力执法行为 他又批评总统特朗普 煽动暴力的言论 应适可而止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 公开回应 米尼苏达州非裔男子死亡事件 他表示这是美国的危机 又称警方对非裔群体的 不公平执法 与社会上的种族歧视现象 至今仍是美国 未能平复的伤口 他强调这些问题 必须得到解决 连日来事件已发一系列激烈示威 在总统特朗普表明 一旦有示威者进行抢掠 国民警卫队将会开枪之后 拜登称特朗普应该适可而止 并表示特朗普的言论是在煽动暴力 来针对美国民众 他表示要让行为不当的执法人员 承担责任并修复警民关系 需要进行制度改革 而这将要求当权者 着手处理滥权问题 而前总统奥巴马 也在同一天发表声明 表示明尼苏达州地方官员 有责任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 而全美民众不论种族或阶级 都有责任共同合作 抵制偏见与不公 凤凰卫视陈丽南华盛顿报道 美国明尼苏达州前警察乔文 29号被逮捕 并被指控三级谋杀和过世杀人 他涉嫌用膝盖押紧 导致非裔美国人弗洛伊德丧生 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 如果当地政府无法控制连日来的暴乱 他将会出动军队 黑人一犯弗洛伊德 被警员押警致死之后的第四天 全美多地继续有民众示威 不满警方执法 在亚利桑那州 克罗拉多州 俄罕俄州 肯塔基州和加州等地 都有人上街并和警方冲突 纽约也有民众无视限聚令上街声援 超过40人被捕 佛罗伊德的家人要求以谋杀罪起诉4名涉事警员 29号 明尼苏达州前警察绍文被逮捕 并被指控三级谋杀和过失杀人 另外旧金山市长布里德公布 未来三个月经济重启时间表 但同时也表示 居家令可能会无限期实施 餐饮业室外餐厅初步定于6月15日重启的2B阶段开放 室内餐饮堂食 理发店 预约看房等 初步定于7月13日的2C阶段重开 学校复课 酒吧 健身房 游乐场 游泳池 美甲沙龙 则在8月中旬的第三阶段重开 演唱会 体育比赛 表演 夜店 酒店 以及旅游业所属的第四阶段重开日期未定 部里德表示 尽管旧金山经济逐步开放 但是居家抗疫令会无限期延续 希望市民如非必要尽量留在家中 相信未来一年到一年半时间内 民众会适应生活的新常态 截至29日 旧金山确诊新冠感染者增加到2473人 死亡41人 市府严格面罩规定 从本月30日开始市民外出 只要30英尺距离内有其他人都要戴面罩 防卫视刘海平旧金山报道 自从加拿大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不少华人仍然奋战在医疗护理老人院 以及警察等安省的前线工作岗位上 他们表示疫情期间他们承担着巨大的双重压力 瑞宁加入约克区警察局当警员已经有16年了 在日常工作中遇到不少困难的他 说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加拿大爆发 给他们这些华裔警官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除了每天之情面对公众 因而面临被感染的风险之外 同时还时常担心自己中家两地的亲人们 发生这个疫情真是很不幸 所以发生这个疫情以后 给我最大的感受是 隔以前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 我们不仅仅是要上班去做警察 每一天应该做的工作 比如说去一些911的这些扣 这些去服务一些应急的反应 还要同时想办法要保护好自己 疫情期间 警察局方面缺少口罩等必要的个人防护设备 多伦多地区的华社得知之后 便大量的向他们捐赠这些用品 作为华裔 这些警员除了对此深表感谢之外 还为自己的族裔对控制加拿大疫情 所做出的奉献而感到自豪 尽管安省已经进入疫情后的恢复阶段 但是紧急状态令还没有撤销 作为前线工作人员的警察 仍然必须要监督民众 继续保持摄像距离 维护秩序 好 观光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明尼阿波利斯市黑人疑犯弗洛伊德被警员押紧死亡的案件 触发全国多地的民众连日示威 案中贵警警员今天被正式逮捕 并被控以三级谋杀罪和过时杀人罪 明尼苏达州州长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 并动用国民警卫队协助维持治安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一名黑人记者 连同设置人员在当地进行直播期间 被警方扣上手铐并带走 当时也在现场附近进行直播的CNN 另外一名白人记者则没有被捕 警方表示在执行清场任务时逮捕了数人 在确认他们的记者身份之后已经放人 明州州长随后为此事进行道歉 CNN认为警方此举明显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 赋予他们的权利 加州州长纽森今年表示 州府最早于今天 允许洛杉矶线重开理发店 法廊以及唐室餐厅 但具体的细则则由线来决定 另外加州纽波特海滩本周允许餐厅 零售商和教堂重开 允许商铺和宗教机构暂时扩展到 乡邻的停车场 人性道或其他开放区域 这意味着商家可以保持正常的客容量 顾客也可以维持社交距离 除了是餐馆受益之外 小型商家还可以在停车场中设置商品货架 或者为教堂提供户外礼拜服务 当地官员表示 这样的决定可以帮助纽波特海滩 在疫情后恢复财务状况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3D的短相细 香港文化演艺界人士及团体周五发表连署声明 支持制定香港国安法 堵塞国家安全漏洞同时保障业界正常的发展空间 香港文化演艺界2005名人士及110个团体发表连署声明 支持全国人大决定 希望全国人大常委尽快制定香港国安法 在堵塞国家安全漏洞的同时 也能够保障业界正常的发展空间 联署人士中不乏多名文化演艺界知名人士 例如成龙 谭友林 曾志伟 汪明权 霍启刚 黄柏明等 声明并恳请有关部门能与社会各界充分沟通 释出疑虑 并呼吁香港社会各界以此为契机 增进包容理解 让香港重回文明法治的正轨重新出发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收视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感谢回来 在财经方面 美股周五是涨跌互鉴 但三大股指在五月份都录得了4%以上的涨幅 市场正权衡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关系 以及疲软的经济数据 好 我们来关注由TD Ameritrade 得美利证券提供的全球财经指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以上全球财经指数 由得美利证券赞助播出 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近日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 Ethnic Media Service再次举办网络研讨会 本次聚焦新冠疫情对少数族裔家庭式小生意的影响 本次研讨会请到了国会议员刘云平 美联储银行经理Charles Phillips出席并演讲 Phillips表示 持续的疫情让大部分人只能待在家中 不少商业活动被迫停滞 而由于贷款机制不同于大型商业公司 以及申请程序繁琐 大部分难以从大银行中获取贷款的小型家庭式生意 在此疫情中所受冲击颇为严重 不过Phillips同事也表示 政府的就事计划正在有序开展 贷款难的现象正在逐步改善 与此同时 国会议员刘云平也提醒 在有效疫苗面试之前 美国的中小型企业还需要对运营投资保持谨慎态度 凤凰卫视无可飞 山嘉宏 洛杉矶报道 另外 华语检验专线ASQ在新冠病毒爆发期间 仍然坚守在第一线 为吸烟者和电子烟使用者及其家人朋友 社区合作伙伴以及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提供支持 并向符合条件的吸烟者免费提供两种的尼古丁贴片 鼓励并提供有效的策略来支持戒烟 也为已经戒烟但仍然在努力保持戒烟的人士提供帮助 另外 5月28日 由近南大学校友艺术团出品的原创工艺歌曲MV 给世界一个拥抱在腾讯视频上线 为展现全球华人在抗疫期间勇敢自信 乐观向上的精神 传达热爱生活积极思考的态度 近南大学校友艺术团策划 给世界一个拥抱特别活动 全球各地近南人用音乐舞蹈等形式录制视频参与活动 全篇制作历时一个多月 以原创歌曲原创MV和特别访谈的组合形式 通过多渠道向全世界人民呈现 另外 次级美国总会将在6月1日 与罗兰联合学区的家庭资源部门 和东谷社区健康中心合作 在拉蓬地社区举办得来素模式的食物发放 发放由次级美国总会主导 将与洛杉矶区食物银行与食物递送两家食物银行 共享盛举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 зак制作人 并不须留有可能 每个小时的全球天气 就会很好的 再次进行 我们上班就会 想让大家感谢 我们在来看一下 这一支 我们来不arnos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